关于白面酷先祖的身份 你了解多少 龟鼠季到底讲述怎样的故事 通过分析黑金斗篷先祖的人设 他的户声最近这么高 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 龟鼠季的人物 了解龟鼠季的故事 其实各大富克先祖都是有名字的 国府虽然看不到 但是国际府和测试府 这些先祖都是有对应的名字的 就比如这个白面酷先祖 他的名字叫踏舞孩童 这名字一看就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再比如你们日子夜想的黑金斗篷先祖 他的名字叫布舍家长 奶奶发先祖叫守花家长 蝴蝶结先祖叫材质表亲 红耳机先祖叫旁头青年 白金斗篷先祖叫智慧长者 根据龟鼠季向导先祖的装扮和过场动画 大概可以推测出 他是整个家族的大家长 很明显这是一个大家庭 虽说先祖和光之子是没有性别的 但可以看出龟鼠季向导和白金 是爷爷奶奶这样的角色 黑金和守花是爸爸妈妈类似的角色 红耳机和白面酷从这长相来看 应该是哥哥和弟弟 这个蝴蝶结从名字上看 应该和他们并不是直系亲属 不过通过白金黑金红金斗篷的款式来推测 他们之间肯定是有血缘关系的 整个龟鼠季先祖 可以看作是来光与世界生存冒险的旅行一族 他们出现在各大地图进行探索 如黑金斗篷先祖 为了给家人做饭 不然家人饿肚子 只身前往凶险异常的木徒 抓螃蟹给大家烤着吃 守花先祖 勇闯不满螃蟹和蜜道的峡谷密室 最后找到了烟花 在他出来之后 还不忘你教孩子们如何利用烟花玩守花动作 在冒险路途中 他们二位家长的表现 给我的感觉就是勇气果敢 有责任担当又不是可爱 白金斗篷先祖 在金额密室的长廊里游走 金额就像一个高山莫测的博物馆 并且这个博物馆的管理人员 都是统一的服饰 也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大高帽加斗篷 这些管理人员给人一种特别睿智的感觉 再结合白金的名字 智慧长者 因此我认为这位爷爷辈的先祖 是聪明 睿智 与稳重的代表 红尔基先祖像一个刚刚成年 但却很茫然的年轻人 黑金斗篷先祖作为家长 一直想让孩子继承自己一首辽媚神迹 弹吉他 但熟不知 红尔基并不喜欢吉他 红尔基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扇机关门之后 发现了一把和吉他类似的乐器 有颗粒粒 轮到这两位最小的福克先祖了 白面库先祖出来陈岛 感觉对所有事物都非常好奇 他满回心意的来到陈岛右侧的运动后 看到了这个大门 触发机关并且进入大门后 发现里面布满了机关 他将它们一个一个打开 最后通过释放出来的蝴蝶来到了食物天台 红蝴蝶结先祖来到了原野的蝴蝶谷 在这个场景里四处游荡 就是为了花朵盛开的那一刻 这种花在小王子记出现过 经过和现实对比 有点像百合和郁金香 有点像百合和郁金香 在这里面有些花圆 就是为了花圆 那么难兴趣的地方 就是为了花圆 地里面有点像百合和郁金香 一样的花圆 很明显 有点像百合和郁金香 是为了花圆 见到的云下 不放入也 可以把这种花圆 在这种花圆 在这种花圆 在花圆 在花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